魏便利主持 張偉國讚稿 宗偉明編導 杜君皇帝 宋徽宗趙吉 在繼承帝位初年 只不過是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 在他父親宋神宗病死的時候 他只得三歲 而繼承宋神宗帝位的 又是他的兄長宋哲宗 所以趙吉並沒有接受嚴格的帝王教育 趙吉自有生長在深宮之中 受盡遷奏 呵護 外號聲色犬馬 培養成一種放任 自負 缺乏責任心的性格 他聰明伶俐 加上文才出眾 在詩詞 文章 繪畫 書法 音樂各方面 都有相當高的水平 因此習慣了被其他人讚賞 是一個典型的黃孫公子 誰知宋哲宗忽然病死 而哲宗又沒有兒子 王太后向事選中了趙吉繼承帝位 於是這個原本準備無憂無慮 享樂一生的黃孫公子 忽然就承擔了宋朝的政治重任 而他所繼承的宋朝是 他是舊黨 新黨 爭持激烈 舊制 新法 交錯 混雜 人事方面和制度方面 苟前不清的局面 以趙吉的經驗才幹 實在無能力作出妥善的解決 但是 這個局面 是他必須面對和處理的 趙吉是一個十分懂得討好長輩的人 他繼位初年為了討得向太后歡心 實行調和新舊兩黨 任命新黨的憎報 和舊黨的韓宗宴共同執政 但是 他在少年的時候 受到卿長宋哲宗重用新黨 打擊舊黨的觀點影響 認為舊黨就是反對父親宋神忠 而新黨就是神忠的支持者 因此 內心對新黨 比較有好感 向太后病死 趙吉親政 這時候 他喜歡其他人討好他 於是 宦官同貫等人 看中他的弱點 以恢復神宗的新法為名 趙原本是新黨出身 但是懂得左右逢源的 蔡經回朝執政 蔡經執政之後 致力於排擠二己 起用大批爪牙親信 由於蔡經擅長逢迎 凡事投趙吉所好 所以得到宋輝宗趙吉對他的信任 於是趙吉將政權交給蔡經 自己在宮中繼續過他的聲色犬馬 無憂無慮的生活 蔡經為了鞏固權勢 和宦官同貫梁思成 楊展 李燕等人勾結 同貫官拜書密士掌握兵權二十幾年 梁思成替宋輝宗批閱奏章 居然可以無形如筆 還有七身江湖賣藥的朱敏 因為幫宋輝宗搜刮江南的奇珍義保 得到宋輝宗信任 可以隨意任命地方官 民間稱之為東南小朝廷 另外還有七身王虎博人的高球 因為擅長踢球得到宋輝宗信任 竟然毫無功績而官拜太衛 殿前刀指揮士成為禁軍統帥 諸如此類的人和蔡經互為表裏 操縱著宋朝的軍政大權 到了這個時候 所謂推行新法已經不是當初 黃安石理想之中達到富國強兵的制度 而是變成了蔡經、銅貫等人弄權罪簾的手段 在深宮之中享樂的宋輝宗趙吉 對這些情況當然無興趣理會 是 閉下 這封美人圖畫得真是美 是呀 真是很美 她的雙眼有點像神似 她的櫻桃小仔像我就真的 哈哈哈哈 兩位妃子 不要爭 朕日日對著你們這群寧波仙子 早已將你們的美態印入心中 在畫美人圖的時候 就自自然會將你們各人的長處描繪出來 哈哈哈哈 陛下欺負人家的 是啊 陛下以後畫美人圖 要畫得像我多些的 哈哈哈哈 陛下 陛下 你怎麼樣 陛下 朕近來經常棄喘 陛下當然是太過操勞了 或者是 你們立刻派人叫同太衛來見朕 陛下 財眾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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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 哦?那御醫怎麼說呢? 御醫說,朕近來操勞過心,要多些休息。 操勞過心?看來御醫對陛下的病難有神效。 神效? 是,奴才知道民間有些道士懂得練濟延連益壽的單藥, 食了之後,不但精力皇城,卻定延連,還可以與天神契合。 哦?真的有這樣的單藥? 是啊,真宗皇帝和仁宗皇帝的時候,也曾經迎接一些道士入宮練單製藥。 哦,但是真宗仁宗都不是享受百年。 哎,當時的大臣反對,不過他們都因爲得到天神相助,做了幾十年太平天子。 是啊,童太衛,你不妨帶一些懂得單藥的道士入宮見證。 是,奴才遵子。 是,奴才遵子。 聖上吩咐在下,密色些有道術的道士入宮,這次是我們立功的好機會了。 沒錯,我們不妨引戰幾個有道行的道士入宮,令到聖上高高興興。 這樣,我們處理朝政就更加方便。 當然啦。 啊,不過在哪裏可以找到能夠迎合聖上的道士呢? 哈哈哈哈,同太衛無需著急。 哦? 小儀菜油,同方術之士頗有交往。 啊! 她一定可以默釋到適當的日選。 嘿嘿嘿,這樣就是最好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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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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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林道士诚心修炼几十年 得到神仙指点,法力当然不凡 哦?神仙? 是啊,听说他夜间能够升上九霄 和神仙交友,而且能够遇知人间的未来 咦,真不真啊? 当然真啊,陛下不信,可以召见他 好啊,好啊,就召见他 恨到林灵树,参见皇帝陛下,愿陛下万寿 林道长,你献给朕的药果然神效 小意思,小意思 彭道的药是以滋宝为主 食了不但只精神畅黄,用颜光彩,而且延年益寿啊 是,是的,道长果然高明啊 啊,嗯,闭下的阴霑 一样弑道似乎在那儿听过 光还寿似乎在哪儿听过,见过 哦?真的啊? 但是,暂时不曾经是见过道长 嗯 嗯,啊,是啦,是啦,记得有一次,贫道陪太一真人朝见玉皇的时候,玉皇旁边有一位偏偏少年,他是玉皇的长子,封为神骁玉清王,天上的神仙都专称他做长生大帝君, 这位长生大帝君的阴容就和陛下一模一样的了,哦,真是有这样的事?贫道又怎敢欺骗陛下呢?嗯,陛下一定是长生大帝君降誓,来到凡间享受万民的敬礼了,哦,朕是神仙降誓? 哎,为了搞清楚元虚,贫道可以主持一次齋召,邀请天上的神仙来做个证明,啊,好啊,好啊,朕能够见到神仙,真是好啊,哈哈哈哈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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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看,尿尿青煙之中,似乎有些亭台流角 亭台流角?在哪? 是啊,是啊,有流角 香綠上面的青煙遠遠上升 好像纏繞成一個一個字那樣 是嗎? 供應各位神仙 天上面出現一道紅光 散開了,散開了 請各位神仙顯靈指示 各位下巴 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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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仙已經給了指示 神仙已經給了指示 神仙仙 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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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天下太平 是啊 欲皇大帝顯靈 欲皇大帝顯靈 他當然要冊風陛下 你做道軍皇帝 統領天下道教 要冊風朕做道軍皇帝 微臣財經啟稟陛下 儒家有孔子 佛教有釋家 他們都是一教之主 受到萬民敬禮 陛下既然是天神降世 也很應該成為一教之主 沒錯 為了要令到天下太平 朕是應該成為一教之主 弘揚天下道教 好 從今之後 朕就是道軍皇帝 天下的道貫道士 都重重有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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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為什麼 啊 啊 可以怎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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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什麼辦法 啊 如果能夠將這一片低地填高 填成一座九人高的山幼 那陛下一定可以子子孫孫萬世昌成 填成一座山幽 要動用不少人力物力啊 奴才同觀啟品陛下 天下百姓為了陛下子孫昌成 他們一定願意為陛下效勞的 何況民間收藏了很多寶物 陛下可以派人去搜羅下 如果百姓真是對陛下忠心的 他們一定深甘情願奉獻給陛下的 沒錯 同泰衛的確說得對 宋徽宗趙吉在賽京、銅貫和道士林寧素等人引渡之下 開始沉迷道教提高生活享受 興建宮殿圓林 耗費了龐大的國家經費 當然賽京、銅貫等人和他們的爪牙 乘機中飽私囊 亦都為自己建造巨大的府邸 圓林 因此宋朝的官員貴族奢侈享樂的風氣 風行一時 因而造成了一片繁榮的太平盛世景象 另外由於國家賦稅收入有限 不能夠滿足宋徽宗、賽京等人的揮霍 於是賽京下令增加免疫 增加方田軍稅前 比較黃安石執政時候的原額增加了五十到七十倍 賽京等人又發明了 知疑、截變等等收稅方法 即是政府可以隨便更改收稅的名目 同一幅田或者是同一件貨物 可以用不同的名目徵稅多次 百姓的負擔因此大為加重 物價亦都飛漲 據一些史書記載 二十年間變京的房租提高了一倍 米價提高了四倍 捐的價錢亦都提高了幾倍 由於銅錢的購買力下降 財經建議駐造大面額的銅錢以一當十 又駐造甲石錢 貨幣的購買力就更加下跌 物價更加高漲 窮人的生活就更加困難 這種情況住在深宮之中的宋徽宗 當然不會理會 鍾日只知沉迷道教方術 研究金石書畫 做他的太平天子 道君皇帝 中華五千年之夜道君皇帝 是由梁家輝、李在堂、曾永強、林有榮、楊麗仙、羅家寧 和曾月娥這麼多位聯合播演的 estrut Lane某台 gros 冷氣旗滴水惹人討厭 任由冷氣旗滴水 哎唯為違法行為 空間 Dal that